台北市副市長蔡炳坤 突然在餐序上中風 但曝光了這張殘悔照片 卻讓綠營狂酸 說蔡炳坤前面放著養酒 但他明明有高血壓 柯文哲卻帶人去應酬喝酒 才意外中風 政治還是最起碼 人性的關懷 做人的基本還是要有人 這好像不太害怕 但有人狂打臉塔綠般說 看清楚放在轉盤上的是公杯好嗎 這不是蔡炳坤的酒 還嘲諷搞不懂 就要去問愛喝酒的陳時中 之前恩恩爸的血饅頭 是誰一直在吃呢 不也是你綠營嗎 民運黨是全世界最愛趁 門腦袋都是政治利益考量 柯文哲炮轟陳時中 當指揮官還落跑 但陳時中不但不振 當初有缺疫苗 缺快篩等散出問題 還畜生誇讚自己防疫超棒 柯文哲聽完是這個反應 還有我今天沒有吃早餐 好 下一題 蔡炳坤開刀後陷入重度昏靡中 柯文哲深夜再度探訪 雖然我已經很久沒有當醫生了 但是我有自信 重症醫學我還是頂尖的專家 生命安全是沒有問題 可以用的鎮定劑 保護腦袋的藥什麼都上了 三天以後才慢慢讓他醒過來 才知道說到底這個 神經學的後遺症才有多少 選舉年一場意外的中風悲劇 沒想到也成了有心人政治工坊的道具 記者張超彭 旭光好 SNG小組 台北報導 記者 特朗